監視器畫面中看到一輛貨車 只是就往路邊停車追撞上去 完全沒有煞車 被撞的小貨車還被推撞往前 最倒楣的就是燈桿直接被撞倒 來在這兒蹦 一下子爪斜 然後撞倒以後 它整個就是往前面這樣撞過去 開車不知道是太累還怎樣 往南會注意車點狀況 凌晨4點多自習路上 突然傳出兩聲巨響 原來是小貨車追撞貨車 居然連燈桿都撞斷 車子才停下來 而高雄證明其實停等紅綠燈 才在聊天 看到眼前一輛機車闖紅燈 燈闖過了卻直接朝人行道撞上去 自己催右門撞人行道 連人帶車摔在馬路上 路上騎車真的要注意 還有同盟路上這名騎士 要騎車出去買飯吃 結果一輛機車突然騎出慢車道 騎士根本煞不住 騎士摔了一個人仰馬翻 轉頭才看到是一名富人 他要騎出車道 卻不看左邊有沒有車 我出來有裝一些都沒有 看他有車啊 然後我一想哎呦 你腳怎麼弄成這樣啊 柳女騎乘機車 沿真行道騎出道路 乘女刹車不急 造成雙方碰撞 女騎士直接撞上刹車不急 結果手腳擦錯傷 雙方都因為沒有注意車錢狀況 照獲 讓女騎士說真的好衰 這下連飯都沒得買了 記者金線中林智慧 高雄報導